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,今年圣诞节肯定变得不一样,随着航空业,旅游业已或下休止乎,去外地享受白色圣诞以成抛影,加上本地第四波疫情持续严峻,整体经济肯定再受到一定重夺打击,难怪有人形容将要过去的2020年, 由于消失的一年,但对于一众地产从业员来说,今年楼市肯定没有消失,更是平稳向好的一年,对不小行业而言,2020年是消失的一年,对整体经济的打击也自然事前所未有,按政府早前公布今年三季度GDP数据,在香港为应对疫情的限聚令的背景下, 香港GDP在第三季表现低于预期,按年下跌3.5%,亦为本地经济已连续第五个季度陷入衰退,尽管今年三季度本地经济按年跌3.5%, 幅度远低于今年第一季及第二季分别萎缩的9.1%和9%, 最新失业率亦已升至6.4%的15年新高, 加上政府两轮保就业的支援已经结束,多间企业商计裁员,相信稍后公布的最新失业率势必再度回升,加上最新社交隔离措施收紧,二人限聚令,晚市禁堂食再度实施,相信四季度市况亦难许乐观, 但整体而言,今年注册楼市仍然是平稳向好的一年,根据土地注册处最新成交统计,截至12月11日为止, 今年总体一、二手注册量已达至5.9万宗成交,按目前的进度,相信今年整体注册注册量可维持6.2万宗水平, 与去年全年的6.2316万宗相当接近。 总体涉及的总成交金额更有机会超越去年的5,579亿元。 数字反映今年楼市交投平稳,再者,即使近日第四波疫情转趋严峻, 但近月投资市场明显转趋活跃,无论是豪宅市场,商下市场, 以至地皮买卖,近月均先后录得多中于1亿元的大额成交。 当中买家更不乏中小型发展商以致物业投资基金。 反映发展商对后市仍然充满信心。 与此同时,近月发展商透过申请土地强制售卖, 以补充土地储备的个案亦明显增加。 累计今年至今,已有近40宗的强拍个案,与去年相若, 换言之,即使近年楼市已踏入整顾期, 尽管整体楼价稍稍回落, 但发展商补充土地储备需求仍然因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